佛友跟佛友之间 我虽然说 大家在精明佛学会 希望大家都像兄弟姐妹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凡夫 所以男女之间 还是要有距离 欢迎菩萨如果要度女生 他一定会选女生来跟你说法 他不会选一个 很漂亮的帅哥来度你的 因为呢你头会很昏晕的 在第二卷 下次我就会讲 下一次叫Potter 4 第四次或第五次 的确就有一段经文讲 观音菩萨就献一个 非常漂亮的男生 度罗刹女 而且那个淫欲心很强 男女欲望很强 他一看到观音菩萨说 今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上床 是真的 经文就这么说的 你可以不要当我老公 那观音菩萨说可以 但是我要有条件 他就为他说佛法 那同样的观音菩萨 如果要度男众 他也会献男居士生 他要度比丘 像我这样的身份 他就会用比丘来靠近我 他度达度比丘尼 他就会献比丘尼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 欲界众生 五欲六成的烦恼 是很出众的 所以观音菩萨 希望你戒体清净 你要坚持你自己 所学的伦理道德 真正观音菩萨 是不会呢 迷惑你的 他反而是让你的这个 染污心变成清净心的 所以各位师兄师姐 联友之间 你自己结了婚 是老公的人 对联友女居士要很好 但是不要太好 太好的话 你老婆会吃醋的 你老婆会讲奇怪 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啊 不好 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品德 知道吗 所以戒律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 补充资料 好 讲了这一段 到四十一页 我讲两个重点 做个简单的结论 请看 第一个 观音菩萨讲 因以合身得度者 寂宪合身而畏说法 其实就是要修自他交换 请注意看幻灯片 请你写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在金刚寸里面发菩提心 要修自他交换 什么叫自他交换 英文叫 extranging yourself and others 我们凡夫 常常都是很自私的 你只想到自己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太太生日了 请问你要想 假如我是太太 说到什么东西会很感动 你不要想 反正我给她什么 我是她老公 她一定给我她拿的 不一定 假如你是孩子 要跟妈妈亲女生 你会想 妈妈年龄这么大了 对不对 妈妈收到什么东西 最感动 你要从她的角度上去想 举一个例子 你的妈妈喜欢喝苹果汁 那你就不要买西瓜汁给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买是她需要的 对不对 不过现在呢 年轻人想法不一样 对不对 有时候呢 我老妈也会跟我说 有一次我举个例子 又举我吗 对不起 我这次讲座举了很多 我妈妈的例子 不是炫耀我们家 而是说我希望我举我跟我妈妈互动的例子 然后依她的例子来生起无量的功德 给各位做参考 我有一次 我常常出国 有时候我妈妈也会说 哎呀 法师你太辛苦了 不要带东西回来啊 大包小包出去 每次都像马哈达啦 又带书 又带礼物去新加坡啊 你回来不用那么辛苦吧 不用买礼物给我啊 对不对 其实我常常都会买一点小礼物 谢谢我妈妈 结果有一次呢 就真的忘记了 结果我妈妈就问 哎 你去新加坡好吗 我说不错啊 新加坡好玩吗 我说我也没有去玩啊 我好像来闭关的 对不对 早上在那边打电脑 静坐送金 下午会课 晚上就奖金嘛 对不对 新加坡 对不对 我们没有时间去走一走啊 然后她就问她说 那你没有去新加坡逛一逛吗 新加坡不是有很多名产吗 她就一直暗示 你有没有买什么东西给我啊 弄了半天 她还是很在意的 结果我妈妈很聪明说 不用了 儿子 我的呢 银行账户给你 直接汇进来吧 这招很有用啊 所以呢 你看呢 你为了孝敬母亲 下次其实呢 你要有心意的表达 你不要忘了 要问你爸爸妈妈的银行账户 at least 还是呢 转一点钱进去吧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想 自他交换 什么叫自他交换 你 好 这个 假如是你 你现在要孝敬妈妈 妈妈代表莲花 你要站在她的位置下 反过来想 这样你才会生起慈悲心 你不要强迫用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我刚才说过 妈妈很喜欢吃苹果汁 对不对 你就买一个巴勒汁回去 妈咪 我买来了 那妈妈就脆脆念 脆脆念 念完以后你也不高兴 妈你怎么会闲呢 我很辛苦下了班呢 我还去舒服马克特给买一个 吃着吃不喝就算 拉倒 你干嘛这样呢 你呀太强义了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其实你给她的不是她需要的 所以自她交换就是你要跟她放在她的位置上去想 这叫升起慈悲心 这叫升起慈悲心 接下来这样还不够 还要再换一次 把它换过来 你才会升起智慧心 要换两次 第一次换升起慈悲 第二次呢 要换升起智慧 这个叫自她交换 最简单的解释 其实自她交换 可以讲经讲七天 六天讲不完 它有很深的观想 这是在藏传佛教里发菩提心 一个要自她交换 我们常常都是用很自私的方法 我刚才前几天讲 有条件式的慈悲 选择性的慈悲 还有有目的性的慈悲 我们的确对人家好 但是是用我们的标准 强迫别人 这个不是真正的慈悲 所以希望大家明天开始 做很多事情想一下 假如我是她 用什么方法可以感动她 这个叫自她交换 这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这样子你常常练习 你就会升起更多更多的功德 而且慢慢会破除你很多固执 跟自私的习气 第二个请看 永不放弃 看幻灯片 Never give up 菩提道上一定是起起伏伏的 当你发愿要广度众生的时候 一定会吃很多苦 但是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永远不放弃 佛教之所以说伟大的地方 有很多 我们听大乘佛法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哎呀 乘佛好难啊 有时候你会听到 哎呀 佛菩萨 释迦摩尼佛 这几天我都讲了很多伟大的故事 你也会很感动 为什么 她永远不放弃 去帮助任何众生 今生做不到 等来生 来生 继续再来生 她永远不放弃任何众生 好 接下来看讲义 四十一页 丙武 意念观音的功德无尽分散 下面补充资料 华严经的离世奸品 第五十三卷 对不起 时间有限 请你自己看 我直接讲经文 请看四十一页 第二十一行 丁一问曰 事实保守菩萨白世尊言 我从来没有听过 也从来没有相信 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 释迦摩尼佛 世尊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从古之经 没有一个大菩萨 真的能够跟他这样相比的 他有如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实在是叹为稀有 实在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的殊胜 丁二达约分五 物一 此娑婆世界 被观世音菩萨所度的众生 是无量无边的 请看经文 佛告诉保守菩萨 跟与会大众说 善男子 此南瞻不周 为金刚窟 那个窟里面 有无量无数的百千万亿巨之 那有多的阿苏罗 阿苏罗就是阿修罗 翻译的字不太一样 阿苏罗就是阿修罗的意思 住在当中 接下来请看 物二 说法引发善根 善男子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看到所有这个山中 有无量无边的阿修罗 阿修罗是称心很重的 他这时候善根能够被得度了 所以他就献阿修罗身 而为他说法 说什么呢 就说这部经 大乘庄严保王经 他说了以后 他就非常非常的欢喜 然后阿修罗文士经以后 每个人都发起广大的慈悲心跟善心 就用手掌来顶礼 观世音菩萨的族 所以我们拜佛叫福贵两族尊 他就所有的阿修罗顶礼 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的尊贵的 这个族 连族 然后听闻正法 就每一个人都得到安乐 第一个 听闻大乘中严保王经 会让你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引起殊胜的善根 所以他说 听思正法皆得安乐 接下来再看物三 独诵灭罪往生 若有人 德文如是大乘庄严保王经 不管你是读一部分 或者读很多 请翻过来 假如这个人在没有听这部经之前 不论在家出家 不幸的有造五无间的重罪 你读这部经 或思维这部经的功德 而去做的话 你就能够灭除一切重罪 这个有一点像药师佛 药师十二大院 若有比丘比丘尼 在家幽伯色幽伯仪 违反各种破戒 你念药师佛的名号 或念药师咒 你的戒体会恢复清静 这里也是一样 无间重罪 就是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 破合合身 各位大家知道 假如你不信造了很多 乃至于棒法的重罪 假如你听到这部经 很专心地念 要念很多 这样的话 你可以灭无量的重罪 可见 大乘佛法里面讲 读经跟诵经 是可以灭除重罪的 为什么罪可以灭呢 罪就像冰山一样 各位知道 你在冰库里面 新加坡每个人家里 大部分都有冰箱 冰箱里冰淇淋拿出来 放久了 冰会融化的 对不对 同样冰山 遇到太阳光一照的时候 它冰山一定会融化 所以你圣经 读经 拜佛 念佛 一定可以灭罪 但是要有耐性 为什么 因为你的冰山 是很大很大 无量节 有很多佛友 常常跟我讲 哎呀师父 我读了这么多都没有用 不要这样乱乱讲 没有用的话 你怎么会坐在这里呢 只如没有用的话 告诉你 你早就不在人间了 不要乱乱说 任何的一记一句 大正经典有用 那现在问题是什么 你照的业啊 比南极的冰山 跟北极的冰山 都还大百千万亿倍啊 慢慢来 太阳光一照 它一定会 那现在假如你不用太阳光 比方说用太阳能 你本来冰山一做呢 要十年才融化 你现在真正用功的颤醉 而且广大的 无量功德 你可能三年或五年 冰山就融化 你再用功 真正的呢 一年冰山就融化的 所以对佛法 要有信心 还要有难性 你不能说 我求观世音菩萨 今天观世音菩萨 给我感应 哎呀 这个大春庄严宝王金 On Mani Bay Me Home 很有用 过了一两个月了以后 求佛菩萨 结果呢 没有改变 你说On Mani Bay Me Home 好像没什么用 这就是邪见 要忏悔 了解吗 对法 对佛 要有四不坏性 佛法 生戒 阿含经讲 佛法 生戒 四个 要有兼顾不动的信心 那假如 你万一生起烦恼 你应该觉察说 哎呀 观音菩萨 我业障真的很重 我现在连念你 我都怀疑你 观音菩萨 请你向太阳能 多放一点光吧 我希望我的冰山 赶快融化 你真诚的求 真诚的拜 真诚的念 观音菩萨会因为你的齐请 你的业力 会灿除的更快一点点 这是真的 接下来看 灵命中时 我们讲 独送灭罪往生 往生的话 往生到哪一个佛国土都可以 但以这部经来讲 是以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净土为主 所以经文说 灵命中时 有十二如来来接应你 请看幻灯便 师父做一个注解 十二如来就是 《无量寿经》里面讲 十二光如来 其实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 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 无边光佛 无智光佛 无爱光佛 有十二个名号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念 接下来再看 物四 往生现庄严相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 与会大众说 善男子 心不要恐怖 既然你闻到的是 大乘庄严保王经 按照这个精脸的道理 真正的去做 你将来绝对会往生 极乐世界 不要怀疑 当然这个往生 还是要靠个人的功德力 就像师父常常比喻 从上游的河流 游到中游 中游一定会游到下游 游到下游一定会进入大海 所以你对于你这一生所累积的一切功德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 净土 所以不要怀疑 就像我以前也在part one跟part two 比喻过 当我买了机票 订了日期 我那天不要睡过头 赶上机场 我搭往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 四个半小时以后我就一定会到新加坡 那你怕什么呢 往极乐世界也是这样 虽然你还很年轻 你还没有寿命终了 但是你往这个方向走 应该要很有信心 接下来往生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瑞相 简单的说上根纪的人呢 在往生前一年或半年就梦到极乐世界 中等根纪的人呢 有些是往生前一个月或几个星期 下等根纪的呢 是往生前几天在做梦当中 梦到西方山圣或是观世音菩萨 假如你能够梦到极乐世界一次 那又发愿 那你绝对会往生极乐净土 接下来看经文 有唯妙的宝盖 有天冠 还有耳当 上妙的衣服 乃至于听到天月明空 异乡满事 如是种种的瑞相 你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假如你遇到你的家人 在断气之前跟你说 走来啊 阿弥陀佛来了 他就走了 这绝对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怀疑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对不起 今天时间 我想告一个段落 那有几位联友 你单独问师父 其实你的问题很私人 我想大众的时间很有宝贵 那我会过几天单独打电话给你 免费的打电话给你 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呢 但是有一个脸友说 我的丈夫往生了 他现在是不是在极乐世界 很抱歉 他并没有 我会单独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呢 他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因缘的 极乐世界 真的是要很认真的人 才能够去的 但是呢 只要你有这个愿心 阿弥陀佛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接下来再看悟悟 加持令正涅槃 释迦牟尼佛又对保守说 观自在菩萨 最殊胜无比 乃至先啊 庄严的阿修罗身啊 都能够让阿修罗看到他的相貌啊 都能够正到无于涅槃 而就近成佛 接下来当释迦牟尼佛讲到第二卷 第一卷结束的时候 丁三 礼佛而退 事实保守菩萨 头面着地 顶礼佛足 与旅会大众的菩萨呢 就暂时休息 而顶礼而退 阿弥陀佛 我终于讲到这里 第一卷讲完了 当法师的心脏真的不太好 给各位看几张照片 待会我回答几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圆满 这几张照片我非常喜欢 但我用了不同标题 请看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怨心 永远像蓄日东升的太阳 太阳是普照一切的众生的 当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音菩萨也意念你 他永远听到你心中的祈祷 跟真诚的羞耻 跟回向 不过师父给各位建议 观音菩萨既然有神通的话 老菩萨到庙里来 翠翠念 烧香 要讲重点 不要从头到尾讲这么长 当然观音菩萨会有耐性 但观音菩萨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你的念头是什么 他都知道的 所以你真诚的齐情 因为大悲观音菩萨的怨心 就永远像太阳 太阳在这个地球里 所有的众生都照 华人他也照 马来人也照 印度人也照 对不对 印尼人他也照 他不管你是回教徒 佛教徒 一切的众生 就算不相信众上 他也照你 这个要我们学的 平等大悲心 第二个 我们众生的心念 就像无尽的瀑布一般 希望这 part one two three 很多的讲座 能够对你 能够产生一些 感动的力量 我们众生的念头 若不学习佛法 你就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当然听到了 并不代表你立刻做到 没关系 不要舍弃自己 慢慢来 要鼓励自己 假如呢 你不修情 你现在活的时候 心很乱 死的时候就更乱 举个例子 你现在从早到晚 想想想想 对不对 等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躺在那里 你被人家抬走了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晚上的时候 我们还发梦 对不对 做了很多乱七八八五梦 晚上做梦的时候 我们的念头 也控制不了 有些联友 白天工作的时候 也是常常这样 动不动就流口水 做白日梦 所以其实我们的念头 是很乱的 就像这张 我在九寨沟师傅拍的 像无尽的瀑布一般 你如果慢慢愿意 调伏你的心 透过诵经 念佛 静坐 还有念六支大民众的功德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放弃众生 勇敢地往前踏出一步 你的生命 你的心就会改变 这个大的瀑布呢 就慢慢会变小的瀑布 小的瀑布 就会变小的河流 河流呢 最后就变得 宁静无波的大海 这身是要很用功 很用功去羞耻的 当然我们的心 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像山一样 对不对 你看 我讲了六天的讲座 每天都让你很high 对不对 要圆满了 等我一结束呢 就很多人 一定的 所以大会才会做DVD 希望你下次拿到DVD的时候 注意听 Part 1 Part 2 给我再听一遍 Part 3 今天听过的 要每天都来的 才能够再听两遍 假如你其中一天的人 请你回去再听三遍 相信师父 佛法有时候呢 你多听几遍 不同的心境 有不同的体悟 师父是很真诚的 接下来再看 观世音菩萨 看一切的众生 就像是 对不起 我举司马路观音庙 每天有人来人往 这么多人 就每天这样 催催念 催催念 观音菩萨 看你们看像什么 就像我们呢 观音菩萨 看一切的人事物 就像我们呢 看海底世界一般 如梦如幻 这张是香港的海洋公园 我去的时候 我觉得 哇 你看好美啊 我们人间不就像这样 美的东西也是暂时的 你看我们看小丑鱼 很漂亮 游来游去 观音菩萨 看我们啊 晃来晃去啊 就像看小丑鱼一样 你要到轮回 哪一天还晃得完呢 对不对 找到了这条 成佛的大道 找到了方法 就不要再去流浪了吧 接下来 人天的酸甜苦辣 有时候就像什么 就像做梦一样 像狐狸反射的道影 过去了就过去 过去的不要放在心里 有些佛友很喜欢人家述苦 碰到师父 师父啊 我讲一遍给你听 碰到另外一个法师 大慈大悲 海盗法师 你再请我讲 你听我讲一遍 碰到一个敬连法师 师父你再我讲一遍 你讲这么多遍干什么 讲一遍就够了 讲一遍以后就要去修啊 对不起啊 我刚刚举那两个法师 没有恶意啊 我只是举例而已 因为我知道 他在新加坡 也利益很多众生 所以你常常重复 你的恶念是不好的 过去了就过去了 过去了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为什么呢 你淡气的时候会像什么 会像看录影带一样的啊 好的坏的会全部一块 很快很快的 就倒带的 所以过去了就过去 假如你会说 师父我念 我很认真念 可是我念完以后 我心还是很苦放不下 那念完了最后结束了 给我念二十一遍心经 心经也是观世音菩萨传的法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蜜多使 真的很认真念 因为你了悟空性的时候 慢慢念慢慢念慢慢念 你的心才会放下 永远都老菩萨 别人恨他 他三十年五十年都放在心里的 你佛菩萨都没有放这么久的了 你老公老婆也没放这么久的了 你为什么人家讲你一句 或者重伤你一句 就永远放在心里 这样子将来你断气会很痛苦的 要常常想 人间的酸甜苦辣 都过去了就过去 是不是讲真话 你在我脸上是看不到岁月的伤痕 我真是因为你吃过很多苦 但是你为什么看不出来 因为我学佛法 诵经念佛 打坐 我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越来越Cue了 对不对 在西藏佛教里面讲 文殊师利庙童子 这次文殊菩萨最庄严是十六岁 文殊师利庙童子 你真正像有心生 我也像佛菩萨这样学习跟看齐 过去了 英文讲 Just let go Let go 知道吗 不要放在心里 接下来最后 我们菩萨要有一个愿心 金刚经讲 终日度生 我们每天就帮助众生 度众生不是只有像师父一样 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众生 每天你存好心说谎话 帮助众生 每一天都从早起来想 我今天发愿要度众生 可是你一发度愿度众生 考验就来了 老板会骂你 同事讲你的八卦 同事讲你的坏话 没有关系 不要太难过 假的吗 对不对 终日无度 就是心里不要太执着 你常常想 人生就像虚空当中的彩虹 看这张幻灯片 很漂亮吧 对不对 彩虹一般 彩虹很美的 再怎么美 你伸手去抓它 也是假的 所以回去 今天要记得 老公也是假的 老婆也是假的 对不对 房子也是假的 讲假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太执着 讲牧羽一样 抓得死都不放 那你死的时候会痛苦的 请问你走的时候 你能带走了什么呢 我们中国讲 黄泉路上无老少 当夜静的时候 你要走就该走 假如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佛教徒 对不对 你能够修到你欢喜 说走就走 不管你是往生极乐世界 或是你升到天上 见到弥勒菩萨 或者你来生 继续行菩萨道 师父都会非常祝福你的 好 所有的讲座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好 接下来让我回答问题 我回答一两个就好 因为我不回答 请看幻灯片 因为我不回答 可能有些人会不太高兴 师父 有一个连友问到说 关于地震的部分 事实上 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 我昨天在 前几天在 别业跟供业已经讲了 今天回答 他说 师父 假如有一个出家法师 在大乘的传统而出家 过了以后 他就转到变南传 重新出家了 便是再一次的出家 在南传 泰国斯里兰卡 这样的传统出家 请问 他有没有任何的戒律 有破掉呢 答案有 南传没有菩萨戒 那在这里 你没有讲得很清楚 师父补充一下 所以你所谓的还俗 是指什么 是指衣服脱掉了呢 还是呢 你真正的 只是换服装而已呢 假如你所谓的还俗 是指说 好 我大乘的戒律 我不要了 我在佛前 秉白 我舍掉菩萨戒 把衣服还给 大乘的寺庙 可以 佛允许 这是可以的 然后你又到南传去 重新 在泰国斯里兰卡的 传统出家 那你只有南传的戒律 所以你就没有菩萨戒 这是它的差别 你又继续问 那假如我又南传出家 又不太顺利 又不可以再回来北传 你这个人很混哦 心很不太定哦 你为什么要常常这样换呢 干嘛 变装吗 还是变脸 中国大陆有没有看过 变脸的戏这样 就变关公 再变一下 对不对 变曹操 出家是很尊贵的 不要乱乱换传承 所以 当然假如你觉得 你不适合你 你还是可以还俗 佛陀允许的 而是你要很如理如法的 所以 但是我要提醒你 南传 北传 藏传 其实声闻的戒律 是一样的 比如说比丘 你今天跟泰国斯里兰卡出家 跟大称的法师 在新加坡出家 或在台湾出家 或者你到西藏去 做拉玛 在座也有拉玛 比丘戒是一样的 因为戒是佛制的 但是它有一点不同 南传 是有南传的僧文戒 大称是僧文戒之外 还接上菩萨戒 菩萨戒 只有大称跟金刚称有 到了金刚称呢 有南传的比丘戒 大称的菩提心戒 还有金刚的三昧爷戒 其实它更严格 所以戒律是不同的 假如各位有到 菩提家爷里面 尊贵的大宝法王 问你说菩萨戒 菩萨戒是大称跟金刚称 都是一样的 不要生分别心 我再讲一遍 戒是释迦摩尼佛制的 连观世音菩萨都不能改戒 所以不要乱乱诽谤戒律 你做不到要惭愧 举个例子 像我我也不敢说 我是清净比丘 我就没有脱波 假如你今天是得理不饶人 站着要骂我 那我会静静地不讲话 我没有脱波 那是中国文化 但你不能说 我就没有菩提心 我也很努力地在修行 在大称里面 很多寺庙 我就说现在 三百六十行 最可怜的这一行 是出家这一行 这出家是会很辛苦的 假如你是一个 很认真的出家师父 那现在的大乘师父呢 对不对 要早晚课 对不对 还讲佛学讲座 儿童下令营 佛学班 还要出波 还要心理辅导 对不对 所以大乘就开源了 所以大乘的寺庙里面 晚上可以吃饭 是要食的 对不对 我自己刚出家的时候 我也持五过一个月 到最后师父的胃痛 我就没有办法 我的师父就跟我说 吃饭去 你累倒了 所有的众生还要照顾你 我觉得我很惭愧 但是我还不放弃 我自己受的菩萨戒 我也很努力的在做 所以你不能呢 以偏而概全 所以我要回答这位佛友 就说 南传北传戒的僧文戒 是一样的 都是佛制的 戒是佛制 连菩萨都不能改 所以不要轻易毁谤 下面有几个问题 师父请问在家居士 可不可以在佛像 跟小佛塔里面装葬 这位佛友 你问了很多问题 师父很感恩 但你没有连电话 其实有些问题 我觉得问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家人要装葬呢 注意听 南传的佛像 释迦摩尼佛 都是石雕的 或铜流金的 你看到佛像 就有功德 大称 看后面 很庄严的释迦摩尼佛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中国的佛像 大部分都是石头做的 或石心的 中国是没有装葬这个仪轨 西藏佛教金刚称 装佛像 比如说四壁观音 里面是空的 你就会请仁波切 放曼达 或放咒语 或放珠宝 或放香 然后他把它封起来 他要专门修特别的仪轨 才叫开光 所以在家居室 你做不懂仪轨 最好不要乱乱 把人家装 出家人做会比较如法 不懂不要乱乱做 我今天讲了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要如理如法 不要自作主张 第二个 我慢心很重的人 对修行有没有障碍呢 有 最难度的人是 自以为是 因为你不接受人家的建议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叫善心比丘 很有趣 我长话短说 他跟释迦摩尼佛出家 但是他不相信佛 我也常常想 他为什么会跟佛出家呢 是因为他过去 在其他的佛 种了善根 因缘成熟 在释迦摩尼佛法院的时候 他看到佛就说 佛我要出家 可是佛我讲他 他都不高兴 他现在还跟佛顶嘴 他其他的弟子就说 很奇怪 善心比丘 怎么对佛呢 这么没有恭敬心呢 因为佛就说 他傲慢心很重 佛就说 我慢高山 伐水难入 你的心我慢的话呢 像山这么高啊 水倒进去 像中国的茶杯 水倒进去啊 水都会流下来的 所以我慢心的人 种的人是很难度的 连佛菩萨现在你面前 都很难度的 接下来 师父 请问算命的师父 帮人家改运 是一种善行 为什么有些人说 算命了泄露的天机 将来要承担因果 其实 这位脸友 不要生气 师父 从你这个问题里面 就知道 你没有佛教的正知正见 比如说 我插播一下 有人常常跟我讲 师父 你看看我的名字好不好 我要不要改名字 这个让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 你学佛这么久了 你还会问我这个问题 你相信改名字吗 有人说 哎呀 师父你不要执着 这是善巧方便 他的名字改了以后呢 运就会改 假如真的改可以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晚上 全部不要回家 我们都改成 南无阿弥陀佛好了 那是骗人的 没关系 师父就是这样 理着气壮讲 你这是不相信佛法吗 你相信那些算命师 有些算命师呢 也拜观世音菩萨 也念大悲神之后 天灵灵地灵灵 天灵灵地灵灵 来我帮你改一下 骗人的 不要相信这些 第二个 算命师泄露天机 其实天机没有什么泄露 心无常会变的 但是有些呢 比较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告诉你未来 举个例子 他告诉你未来 举例 注意听 你不要想 我有神通 我没有神通 我只是举例 比如说 他现在告诉你未来 新加坡会怎么样 或你怎么样 那有时候告诉你 未来很好 你就会放异 反正未来很好 你就不修了 听好 好的也会变坏 很多人很奇怪 都喜欢相信算命的 都不相信师父 也不会相信佛 为什么 他告诉你不好 你心里就很执着 今天一个佛友 还跟我说 师父我们去算命 我儿子跟爸爸 处在不好 是不是的儿子分开 会比较好 我说 谁说的 哪有说 儿子跟爸爸分开住 他会对他很好 他说不行 算命说 儿子克到他爸爸 你怎么会相信这些呢 我真的是吓三跳 不是吓一跳 所以 真正的天机 其实 它是未来会变的 告诉你好 你就不会努力 告诉你坏 你就会恐惧 所以佛 不相信宿命论 佛告诉你 你相信因缘果报 去努力 你的命就会赶 那你会说 这个算命师父会呢 将来要承担因果 答案是因果自作自受 没有人可以带你的因果 再讲一遍 转心听 因果是自作自受 没有人能带你 观世音菩萨也没办法带你 但是观音菩萨可以教你 你很大悲咒 你六字大明咒 忏悔业障 而修行 你的业就会赶 很多佛友常常跟我说 哎呀师父 那个人哦 师父你很慈悲哦 你都背众生的业 谁说的 我没有那么拍名 背你们的面 我背我自己的业 要是我背你的业 谁敢发愿做法师啊 你看 你想一想 你其实 这些想法是什么 民间神道思想 不是佛教徒 所以你真的应该 好好上佛学班 踏实一点 知道吗 动不动就 哎呦 他会背我的业 哎呦 我今天哦 你知道吗 师父 我念大悲神 之后给回向那个人 哎呦 我就不行了 你哪有这么多不行的 怎么样 你的气被他吸掉了吗 你的灵魂被他拐走了吗 这些都是没有真知真见的人 知道吗 当然我公开解释一样事情 再注意一遍 对不起 十点半结束 对不起 我看时间了 有很多人会跟我说 师父来 我现在去 我一个人去帮一个佛友助念 我念完回来 我真的不舒服 的确是有这样 专心听 那你会说 师父我帮他诵经助念 我回来真的不舒服 为什么 你一定会有疑惑 那请问 你今天以慈悲心 去帮人家诵经 那个人不敢认识 跟不认识 他会恨你吗 绝对不会 慈悲有慈悲三昧的功德 那原因可能是什么 你去祝念 他这个人 有很多的幽民界众生 你看不到 其中呢 有一个幽民界众生 跟你可能有恶缘 你就冲到了 这的确会发生 我没有否定 但是不是说 哦 我去帮这个人呢 送经 回来呢 就冲到了 那谁敢 帮人家祝念啊 你看 水正见第一 阿含金讲 八正到正见第一 我可以告诉你 不敢说 师父修得很好 我从年轻学佛 到现在帮家念祝念 我从来都没有晕过 为什么 师父的心念力很强 你回来不舒服怎么办 你就继续念三遍 大悲神咒 或七遍大悲神咒 念七遍或二十一遍心经 喝大杯水 你慢慢就会好 下次呢 再继续做菩萨 所以佛友跟佛友之间 都会乱乱讲 哎呦不可以去 你知道吗 静明啊 我记得第一次我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一人问我 师父 你在静明有没有人敲你的门啊 后面有很多游民界众生 对不起 我睡得很好了 对不对 心要正大光明 要有正直正见 所以 业是自作自受的 下面一问题又来了 有人说 若法师不接受信徒的供养 是因为不想 信徒的恶业 转到自己的身上 真的吗 假的 接不接受供养 那是法师的意思 法师其实也不是为了供养而来的 我来新疆风红法 也不是为你的红包而来的 还有人说 哎哟你知道吗 受一个红包要还十倍 你看下面一个问题 佛陀曾经说 吃荤者不是我的弟子 有包含在家佛弟子吗 师父我非常关心 好 这个问题注意听 在梵网经菩萨界 大乘菩萨界里面 佛的的确 像我出家的时候受三坛大戒 菩萨界就是梵网菩萨界 菩萨界里面的的确确说 若有佛弟子 受了菩萨界 还吃众生的肉就破戒 所以你受了菩萨界 就要严格吃素 后来中国佛教就开源了 现在受于一切菩萨界 就迷了菩萨的戒本 那吃不吃素 它是鼓励的 你可以自己决定 可是在《楞严经》里面 就亲自说 佛陀在世 以现在科学跟历史的考证 的确 佛陀在世 他真的没有吃素 你要相信真理 佛陀说 在我在世的时候 比起有很多去脱波 那在家人供养的鱼跟肉 其实都是我神力化现的 其实里面已经没有神事了 所以他没有过失 这是在《楞严经》里讲 所以不同的经论 有不同的答案 那早年呢 假如三十年或五年前 你说释迦牟尼佛吃肉的话 那你会被人家打死的 事实上佛陀没有知处 可是大乘 佛陀的确实现呢 放网经的时候 毗卢遮纳佛的时候 圆满报身 卢遮纳佛 佛受菩萨界的时候 菩萨界里面的确讲 所以菩萨界不忍食众生肉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经论有不同 所以吃婚 只要你心中还继续修行 你还要是佛弟子 所以在家出家 是要自己要求自己 吃素呢 其实忠贞的目的是要长养慈悲心的 有些人呢 虽然嘴巴吃素 心很毒的 嘴巴也很没有口德的 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佛陀本来叫你吃素的用意 吃素是要你掌养慈悲心 救度众生的 好 今天奖金就回答到这里 最后我们一起发愿 极乐世界回向文 好 请看第一本讲义 蓝色的第八页 不好意思 我知道明年各位佛友还要上班 所以我会尽快结束 好不好 那在发愿之前 师父还是很真心的 要谢谢很多的人 对 我还有一张很cute的还没有放到 好 请看 小熊威尼 Have a great day 师父很真心的 其实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小熊威尼的 真诚的呢 感谢三宝 加持 让这个反汇真的很圆满 今天点灯也吉祥圆满 我也感谢三宝护持 虽然我属马的 坐牛坐马很辛苦 但是我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而能够每天会课 来为各位说佛法 最后师父也要很真心的感谢 精明佛学会的吴主席 还有华平秘书长 还有所有的干部 吴所求的奉献 我们先以热力掌声 谢谢他们 真心谢谢 然后大殿也布置得非常庄严 恒顺中国文化 明天是中秋节 所以希望你吃月饼的时候 月圆 心圆 一切都圆 但是注意身体不要太圆 然后呢 等一下 师父也要很感谢 所有来参加听众的法友 我知道新加坡人呢 也是坐牛坐马的 很辛苦啊 全世界都很竞争 然后呢 不管你是全程参加 或参加一天 或是有头有尾 没中间 其实我都很感谢你 那我们也会全程录影 所以希望你回家好好珍惜 大会动员了很多人力财力 希望你在家里好好的复习 佛法至少听三遍以上 你自己会得到利益的 所以也要感谢所有的联友 大家给自己热力的掌声一下吧 好 请看第八页 我们念极乐世界发愿文 好 请把心定下来 看幻灯片 这是敦煌的壁画 临终皆隐图 右下角是一个出家人 他修到上辈往生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或出六道轮回是真实的 只要你很用功 多善根多福德多姻缘 你都会遇到贤结千佛的 好 一起发愿 请合掌 把心定下来 发愿回向在大正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不要急 一起念 愿我灵愿 愿我灵愈命中时 彼佛众会闲敌情敬 愿我实余圣莲花生 清度如来无亮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寿记疑 化身无数百巨之 致力广大便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横无尽 我此谱贤淑甚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唱 愿经理佛发愿 持功德回师有情 四恩总道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同缘总是 阿弥陀佛 录影请录到这里 下面呢就是报告 这个讲义第二卷 请你回去全部预习完 然后希望你明年 2010年4月的 part 4 请你把讲义带来 因为这个讲义 当然大会很慈悲 就像流通正法一样 那但是他希望你讲义 能够好好的珍惜 那这个Value 1 第一本蓝色的 已经正式圆满了 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去 如果你觉得不需要 那你就放在柜台 那绿色的这一本呢 你可以带回去 因为师父必须这样讲 你不要讲的话 那你就出去这样偷的话 叫偷到 这样不太好 所以这个两本讲义 你都带回去 可以 然后呢 可能期待一个月 或两个月以后 那这边的 这part 3呢 DVD就出现 所以欢迎你到 静明佛学社邻居 也希望大家能够 随喜发音 发心 护持 这个DVD呢 是很多人 很多人一起出钱的 这个DVD 也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 希望你也欢喜心 随喜供养 师父不是做生意 但是我们要感恩 很多很多人的护持 最后就感谢各位大家 今天讲座就到这里 吉祥圆满 谢谢各位 我们女朋友